嗨 大家好 我是Vic 我们开始吧 我相信各位应该有看到标题和封面吧 没错 我的KRV又出了一点小状况 事情是这样子的 是有一天我要出门骑着KRV 我准备要发车的时候 我的KRV突然发声 KRV的一声非常大声 然后没多久就亮引擎故障灯 当下我看到这个灯亮起来的时候 我就马上拿诊断器下去做检测 我发现它出来的故障码是02 对于这部分我是有录音起来 所以我们先来看当下的状况是怎样 我跟各位讲我现在亮故障灯 因为我刚刚发车有发生一个KRV 很大一声 所以我去钓越了故障码 如果有没有看到是02 一般来讲02故障码就是驱走感知器出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死好死坏 很容易造成熄火的原因 我们之前有和大家分享过 不过现在看起来又正常 所以有时候如果KRV 你在发车的时候突然有一个 KRV很大一声 有时候一辆故障灯可能是这个02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的所以现在我用那个电脑把它清除掉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固障灯已经消除了 好的我相信各位应该知道我的车子状况是怎样的 其实02故障码在我们之前老雷那一集也是有发生过 它就是会造成你突然熄火 或者是你要准备发车的时候是发不起来的 它算是排列来讲是第二 我们一般原厂在维修是有分优先顺序的 出现哪种状况 有些是第一必须一定要马上去维修 有些是排第二 那02故障码去走感知器它是属于第二 除非你现在车子有发生熄火 或者是不好发动 那基本上有可能你就要去做更化 那对于我部分来讲的话 目前我现在是清除故障码 然后在做观察 原因是因为我的车子从我一开始签新车 到现在都还没有发生熄火或者是不好发车 我自己个人来讲的话 我比较偏向于是先观察 因为我现在我的车子都还没有发生任何所有的状况 也没有发生熄火 也没有发生不好发车等等之类的 所以就先列入状况 不过因为最近光阳有发一个简讯 就是告诉我们KRP车主是可以去更新的 而这个简讯它里面其实是有提到 它会去针对低速做一些修正 所以等一下我会出门 然后去找一间经销商 把我的KRP的ECU任体更新到最新 可能花个几天时间吧 来感受一下 是不是低速的骑乘感觉有变好 当然如果你已经有更新完的车友们 你有任何的感受 你都可以在我们影片下方留言给我们 也让我们知道一下 我感受是如何 我也会分享给大家 好啊那我们就现在出门 然后把电脑稍微更新一下 有任何的情况或者是感受 我们都会分享给大家 就先这样子哦 各位你看我现在又亮故障灯了 先回去一趟先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然后再做决定 因为一直亮的话也不是办法 这个是亮第二次了 我们先回去看一下是什么样的状况 再做决定 A few moments later 我们去故障吗 我们现在 091108票好多哦 A few moments later 我们刚刚紧急发生一个问题 我准备要骑去经销商更新新的ECU任体的时候 突然引擎故障灯又亮了 然后我觉得这有点很怪 所以呢我当下停下车 有先赶快录一段影片 就是你们各位刚刚看到的 然后我觉得我先回来这里 回到自己的家 我拿诊断器下去看一下 我看到的是其他的故障码 竟然是出现了080911 那我们查了一下 像0809它都是属于怠速空气的旁通法那边出问题 11的话是点火线圈或者是电路异常 我觉得同时出现02080911 这么多一些故障吗 我真的觉得或许可能不是这些 所有的零件出问题 原因是因为我车子还是可以骑 还是可以动 所以我认定有可能 或许是ECU的任体出了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还是找时间先去把任体更新一下 看看有没有改善 如果真的都没有改善 那就真的要好好的安排送去经销 好好的检查看是哪个零件出问题 再请经销商协助帮忙更换一下 这样子才有办法把整个问题解决 还是赶快去把ECU更新一下吧 把ECU任体更新到最新版本 就先这样子啊 你好 我有收到那个KRV简讯说要更新任体了 要放着哦 要放着哦 不能马上好 所以是先建议不要分析嘛 对不对 好没问题 那就谢谢你哦 好 不介意你的意思 好没问题 谢谢哦 拜拜 A few moments later 好的我们已经回来了 我们最后的结果是 我们没有更新目前最新版的ECU 原因是因为一些车行老板是建议 只要你的车子目前都没有熄火的话 那可以先不用更新 等到真的是有熄火的话 那再去更新 原本好好的 结果你一更新出了很多问题 我相信这样子的状况在早期 跟甚至到现在都还是会发生的 所以经销商会有这些观念 或者是会有这些说法 我觉得都是正常的 回过头来我们来讨论一下 为什么我会突然亮这些所有的故障码 我也觉得很值得和大家来分析一下 首先第一个亮的故障码是02故障码 02故障码它是驱肘感知器 在我们之前老雷那一集 我们就有出现过这种故障 其实驱肘感知器是不容易坏掉的 它是必须要使用到一定的年限 甚至有些人你可能买新车到10年 你都还不会换过 所以它要坏掉的几率是比较小 但是我们是新车嘛 怎么会突然发生 这个就值得可以去探讨 很有可能是本身零件品质的问题 甚至很有可能也是ECU任体误判所造成的 然后我们准备要去更新电脑的时候 结果在路途中我们又亮了故障灯 亮这个故障灯是有原因的 是因为我停下来 因为店家还没有开 我有稍微熄火 然后再马上打开发动 它就马上亮灯了 所以我们马上回来 然后并使用诊断器来检测 我们发现到它亮的故障码是0809跟11 0809的话 它是属于ECU怠速旁通法的控制 对于这部分 我们可以来跟各位说明一下 因为KRV它的喷射公油系统 这次是自制的 所以它上面的怠速旁通法 也是属于步进马达的设计 Ulyce Force老板Gelen 曾经有发布一个影片 我放到这里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他就有说到像这种ISCE 步进马达控制的怠速旁通法 你在打开的时候 它会有一点持字时间 你必须要等待一下 因为这是跟它的结构有关系 所以我怀疑当下很有可能是 我马上打开锁头 我马上发车 所以电脑就误判了 才会出现这个0809的故障码 那至于11故障码是属于高压线圈 我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整个环节系统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造成出现这个11故障码 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今天虽然我没有更新到最新的版本 但是我们发现的这些故障码 我想一想还是分享给各位 当然啊 我车子是目前没有任何所有的状况 没有熄火啊 骑起来也不错 可是会出现这些故障码 很有可能就是电脑误判 所以如果你发生这些问题 当下不用紧张 稍微冷静一下去思考 或者是参考我们的影片 也可以帮助你去厘清一下 不过如果你真的车子一直有发生熄火 再加上还有出现这些故障码的话 不用说赶快过去经销 然后看他们怎么协助帮你处理 我们还是会持续的观察我的KRV 到底现在还有什么样的状况 以上就是这些所有的简单说明 所以说真的 我还是会很想要把ECU更新到最新的认体 毕竟我们现在是在测试我们第二版本的传动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把全取代电脑换回原厂的ECU 一方面就是在测试会不会在熄火 或者是有哪些问题造成熄火 把这些影片拍起来分享给各位 另外一方面就是测试我们第二版本的传动 我总不能用全取代电脑下去测试吧 所以还是要换回原厂的ECU 因此根据这两点 所以才会把原厂的ECU接回去 结果没有想到测试到现在 出现这些故障嘛 但是也很神奇的是 我车子都没有任何所有的问题 因此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就只好再观察一下 看还有什么样的状况 那至于代数盘通法的话 真的大家可以再看一下Gelen那支影片 他讲解的还蛮详细的 而且Gelen的频道还蛮多一些专业的喷射系统 理论跟专业知识 所以各位都可以去收看一下 又了解自己的车子 而且遇到状况 可以不用那么紧张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也很感谢你们收看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拜拜 这边我真的很想说一句话 我突然真的觉得西门子电脑真的很好 我还蛮想要用西门子电脑的 OK啊就这样子 各位拜拜